冬至要吃汤圆 您知道吗 民俗专家说 吃的顺序也要讲究哦 因为汤圆的颜色 象征不同的意义 红色代表喜气 白色是辟邪 红白汤圆一起吃下肚 就是阴阳两全 而且要先吃咸的 再吃甜的 代表所有运势 苦尽甘来 冬至吃汤圆 可不是吃就好 汤圆颜色有意义 吃的顺序要讲究 先吃咸的 先干后 有没有听过这种说法 有啊 先吃咸汤圆 再吃甜汤圆 代表运势苦尽甘来 另外红汤圆喜气 白汤圆避邪 红白要一起吃 象征阴阳两全 我们东方就是喜气的意思 白色的就是白色金就是钱 最好是红白都吃 除了颜色顺序 各树也有要求 冬至汤圆不可以单树 因为单树代表 形影孤单 来年容易寂寞 双树则是幸福圆满 成双成对 冬至这天 冬至这天正好是节气转化关键 专家也建议不要动怒 何其为上 才能在即将到来新的一年 有个好的开始 记者黄富奇台南采访报道